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的各位佛友 全世界的各位佛友们大家好 今天师父开始给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是个缘分 有的时候是善缘 有的时候是恶缘 所以善缘来的时候 大家要好好地珍惜 那么它会延续 因为善缘它有个延续的过程 那么恶缘来了之后 你不要加重它的恶果 让它提早爆发 要学会忍耐 那么它的恶果就不会马上来 所以善和恶都是个缘分 你知道今天不开心了 那一定是果报现前 那么果报现前的话 善的也是你受 饿的也是你受 所以过去佛经上讲 果报还自受 因缘汇聚时 果报还自受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做人 有的时候看穿了 这是一种果报 你就不会这么执着了 你知道今天有善缘来了 也不要太高兴 那是因为你中的 你今天知道了 这是个恶缘来了 你也不要太难受 这也是你中的 别人而且还替代不了 比方说这个人跟你结冤了 你说我来替你跟他结 那还不行 他就盯住你 他就死盯着你 你说今天你有善缘了 你说这个好事情让我来吧 不行 就得给你 因为你中的善因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人要懂得承受 不管什么缘分来了 首先要接受它 然后呢 要慢慢地改变它 要承受它 最后呢 把这个缘分呢 来解决它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其实受戒了 所以 佛法声里面受戒是什么 受戒呢 就是把自己福德的漏洞 把它堵住 你这个人有福气吗 人家从小的时候帮你算命 说你这个人很有福气啊 为什么大起来都没有了 哎呦 你这个人大起来可以发财的 你这个人大起来可以做官的 为什么到后来就又不能做官 又不能发财 没了 被你自己漏掉了 漏了 所以 师父告诉大家 我们要懂得 一个人首先讲不能杀生 因为杀生的业报非常大 杀生会把你的福德全部漏尽 全部漏尽 因为一个人如果杀生的话 其实就是断了他的大悲种 就是断了他的大悲的种子 大慈大悲的种子 所以师父希望大家要懂得 你就算 你说我来修补 我这个大悲种 我来修复他 我来念经 我来许愿 我来帮助过去我对你的杀业 你可能过了一世 过了两世 他这个业还在 因为很难完全消掉 等到你来世的时候 有菩萨 或者有众生来度你的时候 那些灵性他就不给你度 你想闻到佛法 那些灵性他就不给你闻到佛法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人应该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个人恶业不能造 善良不能没有 你看阿罗汉圣者断我执 法执没有断 也就是说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了 就算你修到阿罗汉的圣者了 你可以修到没有见思烦恼 看到烦恼 看到一些事情了 你会因为你的思维来引起那些烦恼 那就是我执 他可以没有 阿罗汉圣者他可以没有 但是他的法执没断 法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 虽然我可以断掉 我的思维当中的执着 但是呢 我不能去把它更完美的去解决它 所以我们人 愚痴的人 他就根本断不了 这个我执更断不了 法执 因为他们没有慈悲心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呢 他就知道自己啊 所以他帮助不了别人 那么他就远离了福分 接近了灾祸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会倒霉啊 别人不倒霉 为什么你倒霉啊 因为你接近了灾祸 那为什么说 为什么我要接近灾祸啊 那很简单 你为什么接近灾祸 因为你没有生出慈悲心啊 因为你过去有杀业啊 所以要教化 教化 我们的佛友要懂得 因缘成熟 因果必到 你今天求佛的因缘成熟了 你的因缘也到了 你如果今天求佛没有成熟 那你再怎么求 还是不能灵验 所以菩萨经常告诉我们 水到渠成 你今天求菩萨会不知道吗 那你自己的功德做了多少 你今天用了多少心来求 这很重要 所以菩萨经常让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做人 为什么起烦恼 因为还没有因缘到 你当然就起烦恼了 你求了这个事情 它还没有 因果还没有到 所以你就会痛苦 会难受 所以师父叫你们要学会 学佛的样子 要卑制双运 卑制双运 什么叫卑制双运呢 大慈大悲啊 可怜众生啊 帮助别人啊 一边帮助别人的时候 一边要 成全众生 用自己的智慧来成全众生 所以很多人说 看这人很可怜 你又想不出办法去帮他 你只有悲而没有智慧啊 所以你今天能够可怜别人 最后你又有智慧 来化解别人的烦恼 那你这个人就是卑制双运 你说说看 有智慧的人 怎么救不了别人 你想想看 有智慧的人 怎么会鱼痴颠倒 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 自尽其意 自己啊 要把自己的意念 要弄得干净 所以怎么样使自己 变得越来越干净呢 首先呢 要修啊 止观 止就是停止的止 观就是观想的观 就是经常的在自己的心中啊 要心无挂碍 就像一间房间一样 你不要把东西塞满了 很空的走进来很舒服 就像每个人家里一个大厅一样 很多人把自己的客厅塞得满满的 你叫人家往哪里坐 你今天把你的脑子里塞得人间的 明文立扬 塞得满满的 你说你怎么能够停止你的思绪 怎么能停止你对人间的观察 所以止观就是参禅 参禅是什么 哎 好好的把人间的东西 要有个悟性去理解呀 为什么这个人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个人你很喜欢 为什么那个人你就不喜欢 这个全部都要参禅的 参禅是什么 要去想 所以人家说怎么想呢 禅定 那种出来的想象 不是你观想 而是你禅 禅是什么 胸中自然的一种悟性 让你感受到某一件事情的存在 和它的 对你的影响 和对你心里 对它的产生的感觉 那么叫参禅 所以我们人往往的 天天对菩萨求啊 菩萨你保佑啊 但是实际上做人呢 又是杂念杂乱无章 天天脑子里 真的是什么都有 就是佛没有 吃什么啦 穿什么啦 我应该怎么样更好了 我应该怎么样了 每一天都活在 一种杂念当中 让自己呢 失去了很多智慧 失去了很多智慧 所以 失忆就随之而来 失忆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 当一个人失忆 人家说人之 失忆是十之八九啊 每个人都会碰到 很多的失忆 不开心啦 难受啦 菩萨叫我们 自知以忍 怎么样来克制自己的失忆啊 怎么样来制止自己呢 自知以忍 忍耐的人 他就会慢慢的 就会化解自己的失忆 你看 你看很多人 不开心的时候 他能够忍耐 继续笑嘻嘻 看见了 家里 自己先生跟自己闹了 他就笑嘻嘻 他知道 这是无常的 很快就会没有的 自知以忍 他就是忍耐 当你开心的时候 叫快意来的时候 自知以淡 治疗他的方法 是淡 平淡 所以开心也不要过分 这个伤心呢 也不要过头 常令心无争减 也就是说 你经常令自己的心啊 没有加 也没有减 什么意思啊 开心了 增加自己的快活了 开心的那种情绪了 对不对啊 不开心了 把自己的情绪啊 全部减了 没劲啊 就是减嘛 一个人说 什么属阴啊 阴的东西就是 看什么都没劲 做什么事情都没劲 想什么东西都没意思 人家说 你今天不开心了 来我带你出去 咱们逛逛吧 没劲 今天这件事情 算了 不要再去想了 我没劲 我不想去 我不想出去 那么 你心就有增减 所以心经当中 已经告诉我们了 不增不减啊 实际上就是讲 我们人间呢 看到好事 也不要增加自己 哎呦 情绪开心的啦 看见不好的事情 哎呀 整天就没劲了 好像这个世界啊 全部都是 这是给你带来烦恼 所以过去 哲学家就说了 站起来 蚂蚁 一个都看不见 蹲下身来 蚂蚁一大片 这种就是我们说 一种情调 所以人真正的 心无增减 不增不减 那就是 世民路道之人 你已经有点开悟了 所以过去古时候 人家说 你开悟不开悟啊 实际上他不讲你开悟的 他说你 嗯 你得到了 嗯 你路道了 路道是什么 刚刚进路 觉悟 得道是什么 你已经觉悟 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给人的启迪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人呢 要学会 庸人之过 庸人之过 不管别人 做错什么 你都要 能够 容忍别人 因为 他 不是你啊 因为你的心 不代表 他的心 你的行为 不代表 他的行为 所以 你不能 容忍他 就说明 你的心 不能 包容他 所以 因为 很多人 做的事情 的确 不尽人意 的确 并不是像 你想象的 这么顺利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 和事物 并非 为你所用 他们在人间 并不是 冲你而来的 人家是 有冤的抱冤 有善的还善 对不对啊 有仇的报仇啊 他到人间来 他有他的事情的 非你所有 非你所用 这个世界上 任何东西 都不是你 一直能用下去 也不是你 一直 能够拥有的 你有了 这种思维 这种菩萨的 智慧 你就会 慢慢的 懂得 欲望 人间的欲望 永远 让你 无法得到 满足的 你觉得 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你满足吗 你就算满足了 说 我今天满足了 那你明天 又不满足了 这件事情 我满足了 那一件事情 你又不满足了 所以人 就是永远在 无法满足的 欲望当中 痛苦的 生活着 那师父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能满足呢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不能满足呢 那师父告诉大家 其实满足啊 就是因为 欲望 那你欲望 不能满足 那你哪来的满足 那么说 欲望怎么来的呢 欲望 就像病毒一样 它有繁殖力的 因为欲望 它会 一个欲望 连着一个欲望 它有繁殖力的 你比方说今天 有了一辆车子了 哎呀 车子开得挺好 一看别人 开的车子比你好 马上 欲望来了 它有繁殖力的 然后 开了 别人的车 买了之后 又看见 那辆车了 哎呀 那个车好 欲望又来了 所以很多婚姻 为什么会 到后来会破裂 因为 它的欲望 不得到满足 他会看了这个 觉得那个好 看了那个 觉得这个好 看了这个房子 觉得那个房子好 所以很多 人买房子 就是这样 我喜欢 这个房子的架构 我喜欢 那个房子的 房间结构 我喜欢 它的里面 我不喜欢 它的外观 有的人说 我喜欢 它房子的外观 很有派头 但走进去 特别小 就是你们住酒店都有 有的房间很大 酒店门 这个门口啊 特别 不漂亮 又觉得没面子 客人送到你这里来了 想想自己的酒店 门面很小 请留步 请留步 你请回吧 对不对啊 如果你上面的房间很大 你不要看它 那个门面不好看 来你跟我上来 来来来 到我房间里来 让人家来看看 你的房间 特别的宽敞 实际 这就是个欲望 因为人 总是在欲望 在繁殖力当中 它在加强 因为欲望会上瘾了 就像很多人 就像很多人吃了菜 有些人做了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会上瘾的了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在班级里 老师进来 他叫了一下 请起立 同学全部起来了 然后呢 大家小朋友起立之呼 说老师好 那么老师就讲 同学们好 请坐下 就那个人 他就觉得 请起立这句话 他就觉得 他有面子 他有欲望 他会上瘾 你叫他把这个三个字 给别人 他就不开心了 让别人 大家来叫一叫 他就不开心了 所以 师父告诉你们 在佛经上讲 与虚妄处 与虚妄处 就是空的虚的 这些东西都是不长久的 叫虚妄处 你强加了 分别执着了 与虚妄处强加了 分别执着了 分别心啊 哎呦 我跟同学都不一样 你看我是班领导 执着什么 这是我的位置 一定要我来叫的 其实就三个字 请起立 有的班级里 只有两个字 起立 哇 哇 感谢观看